大家好,影片还没开始之前 请大家帮帮忙,打开订阅旁的小铃铛 选择全部,以获取最新的影片通知 大家好,我是May 今天要讲一个喝酒就有机会乱来的故事 故事开始,小花结婚了两年 她和老公男的父母一起住 小花很,哎,老公男很想要为她生小孩 可是老公男是个比较认真的人 每天只想着工作,哎 哎,哎,方面就比较少 老公男是个酒鬼,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 小花也知道老公男对老妈女很粗暴 尤其是,哎,哎,那方面 老公男要出差了,小花说会好好看家的 晚上老公男喝得醉醺醺的,下面痒痒 结果老公男进错房间,硬上了小花 小花本来想告状的 可是觉得老公男应该喝醉断片,什么都不记得 所以决定当什么也没发生过 老公男出差回来了,在家的时间还在进修 真的是努力过度了咯 小花去打扫,所谓最后也有三分醒 老公男其实隐隐约约,是有点印象的 老公男喝了很多酒,下面又痒了起来 想要印上小花,他想要了 搞搞搞搞 老公男被公司炒鱿鱼,很生气死命灌酒 老公男去上厕所,老妈女叫他们体谅些吧 没工作很惨的 小花洗碗碟,老公男从厕所出来 喝醉的老公男又想要发泄了 他想要了,搞搞搞搞 虽然老爸男很粗暴,可是小花的身体 却感觉到无比的快感 对老公男很愧疚 老爸男知道小花身体已经沉浮于他了 更加的大胆,每晚都找小花搞 故事结束 看完这个故事我明白到 那么多人喝酒 其实很多都是想借酒瓣事罢了 拜拜